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继续啊 给各位带来一个三国战机115 哎你也可以看到啊 这里呢我在挑一个密码啊 之前呢貂蝉一直没挑出来 这里呢给各位挑出来啊 貂蝉在三国战机115里边呢 是一个挺挺有输出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的话呢 咱们选择一首黄宗啊是吧 那这一期的视频呢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黄宗啊 在这个115无限复制道具的情况之下呢 究竟能玩出什么样的一个玩法 是吧OK 咱们呢继续进行这个照例的老环节啊 老环节来了没错啊 打扫子 但是呢这个115呢 因为呢在撞之后呢 不能这个接攻击接连断啊 然后呢只能是打另外一种伪念了 然后这个115你看到 黄宗这个射箭是掉血的啊 119里改成不掉血了 具体为什么改不掉血我也不清楚啊 但是呢最早的这个三国射箭是掉血的 是吧 最后呢咱们这里呢继续把这个扫子呢堵住 你看是把他这个射箭一下的秒兵很厉害 然后呢堵住嫂子拉到左白板边 疯狂掏下盘 哎这样的话呢 这个嫂子他可能就在快乐了 最后呢他拒绝了 咱们这里呢继续给他放倒啊 接着掏 继续掏下盘 这里贴近点 哎你看是贴近点他就不拒绝了 他换了一个倒钩的姿势啊 咱们这里呢继续把这个嫂子呢下盘 直接呢给他掏的带走 OK那这样的话呢 第一关呢就这么轻松的结束了 最后呢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无线道具黄宗要怎么玩 在这个位置呢一定要捡一个大虾 不然的话呢你不能进毒气门 哎有了这个大虾 清完小兵 这个毒气门师呢咱就可以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咱们要先撞一个无名火 保证呢你有一个 不撞无名火也行 大虾就是手底道具 然后看这俩道具啊 一个柱绒令和一个剑 这个剑呢必须得后捡 因为这个调道具呢 只能调在柱绒令以后捡的道具 所以说呢咱们这里呢 把火箭射完啊 实时把火箭射完以后 咱们呢老套路 你想调的道具用完 ND出不来了 咱们呢就在正面 用十个能消耗掉柱绒令的小道具 五个土雷五个袖剑 这样的话 你再切回背面 这个火箭呢就无限了 那么这个无限火箭之后呢 咱们就化身成为了最强AD 你看是吧 最强AD 所有小兵全部秒杀就是射箭 那么呢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最强AD 来如何教育这个夏侯渊 是吧 定军咱们斩过夏侯 那么呢咱们这里呢 在定军射一射夏侯 众所周知啊 一个好的AD呢 它不光要走位厉害 它还要需要找一个 良好的输出环境 那么呢好的输出环境是哪呢 就是这 远体 居高临下的射箭 这样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夏侯渊 毫无办法 而且呢保证稳定的射箭频率 手不抖 每一秒一发 哎这样的话 你看是吧 夏侯渊没有办法了 这位置呢 为什么要卖血呢 偏一个暴击啊 对吧 偏一个暴击 让自己射出去的箭呢 伤害更高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之后呢咱们接着来 接着来 你想一下 黄奴那个大招就是定点 是吧 往那一坐就是射箭 那百分之百 咱给它还原上 之后呢 它上来了不要紧 咱们这里呢 走位 再射这一箭 这就是射手要另外 血会的一个技能了 是吧 走位 躲对面技能 哎 然后呢直接射箭 给对面放倒 再拉扯 哎 你看 我这个射手是很有造势的 这个位置呢 对面下去了 那么咱们这里 接着居高了一下 这样呢 这个夏侯渊呢 就跟你说是很轻松的 就带走是吧 我从没打过 这么轻松的一个夏侯渊 这局怎么说呢 简直就是在虐菜 简直就是虐菜 这里呢 夏侯渊换了个位置 我呢 再一下啊 真正的高手 就要打出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 就是极限 两人对拼 我最后极限一点 手把你杀掉 那我就是比牛逼 是吧 你看这里 啊 极限 OK 射箭 不能那么倍 正好死吧 哎 这三个 你看这吧 我要的就是这个极限 最后那一刻 我呢 让他故意给我打死 然后呢 我为了给各位见证一下 我精准的血量控制 落地一箭 正好带走 之后呢 咱们来看看这里啊 这个箭的话呢 是能射没的 哎 我现在呢 一直在ND啊 然后这个功夫呢 就射不出来了 是吧 之后呢 你看再调到边边道具一丢 手不就火了 这样呢 就足以证明 咱们调的无线道具是有限的 我把它射空了 是吧 呃 少年不知 箭可贵啊 是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是吧 那没没事啊 咱们这里呢 转型 对吧 当你出这个AD装 不厉害的时候呢 你怎么办呢 转型 转型成AP 啊 咱们这里黄宗 成功转型法师 先减朱镕令 再减一个封书 哎 然后呢 正面呢 有十个能消耗掉 朱镕令的小道具 咱们再来一次 啊 咱们再来一次 当你AD那条路 走不通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走死 走这个是吧 走入这个死胡同啊 不抓南枪不回头 咱们把思路一换 出点AP装 就完事了 这里呢 咱们直接啊 来一个魔法 小封书 之后呢 来 用十个能消耗掉 朱镕令的这个小道具 开始狂撇 一个土雷 九个锈剑 这样呢 你的背面再次锁定 你再1nd OK 法师皇宗登场 哎 没错 这局游戏的话呢 既教你也低 又教你也批啊 内容简直是太丰富了 好吧 这里的话呢 已经就为了无限封书 那么呢 咱们随便选几个Boss 虐一虐吧 因为这里我要是后边一路 把所有的Boss都给你看了 就一只风书放下来 没意思是吧 那样的话呢 显得我也不懂 这个三国了 OK 咱们这里来 首先呢 吕蒙为什么给各位剪接上呢 因为吕蒙的话呢 是所有的Boss里边 最怕风书的 风书伤害最高的 所以说呢 这里呢 给各位看一下 风书大吕蒙的一个效果 很不错 应该到这个伤害是吧 很可以了 一下风书这个伤害 就很不错了 你想一下这个皇宗 那一条连招才多少 而且呢 这个风书很加分 但是呢 咱们童年的时候呢 一般玩的多的呢 还是无线电 因为那无线电呢 电数可以自己控制 在青小兵的时候呢 会比这个风书 或者其他这种 固定不动的书 来的要快得多 童年各种书我都见过 我没见过无线石头书 无线石头书 就是能整个的话 那不是 那不是给自己追凿 啪炎地 无线了 咔咔咔咔咔连针 然后一路摁到底 累得跟个三孙 也不得劲 那这个风书 火书什么的呢 都可以不问啊 效果也比较 我这里是因为有连点 所以我把地银住了 这里可以看到呢 没丢几个风书 那这个吕炎呢 就已经阵亡了 那么呢 咱们这个看完 这个第一个boss呢 咱再看 三个吧 咱再看三个吧 挑几个比较有特色的 下一个无线石呢 准备呢 来这个谁呢 双boss 这个要求里边呢 唯一的一次双boss登场呢 就是这儿 沙漠科 外带一手 这个陆迅 这里呢 我是要用双boss呢 来跳一个佐词啊 因为这个佐词的话呢 这个如果用风书打很慢 就是咱们来看 把陆迅挂到板边 直接追地用没 这是一个小积极 这样呢 陆迅就会快速起身 风书呢 能打出的这个伤害呢 就会更高 你看是吧 这个呢 风书对陆迅的伤害本就不低 然后呢 一本风书打三下 非常的可以了 之后呢 这样呢 即便两个boss凑到一起 咱们呢 这个陆迅这个 受的伤害 也可以呢 慢慢超过这个沙漠科 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陆迅先死 沙漠科后死 然后呢 佐词就可以以不战而胜 这样的一个局势 看见了吧 陆迅已阵亡 之后呢 沙漠科正好血量控制到 还差两下风书死了 哎 看是吧 这个血量那个计算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之后呢 咱们把这个小编都清掉 之后等这个洛福 大巧来临 沙漠科击杀 大巧跳波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就是等洛福了 等天神落着这个符 等符落干净的杀啊 不着急 这个时候呢 已经就是能跳左瓷了 咱就不要基于一时啊 OK 等天神最后一张小符落地 咱们呢 把这个沙漠科给他击杀 四下A 三下A 等左瓷出来 OK 杀掉 这样你也看到呢 这个左瓷的这个道具 电数就爆出来了 这样呢 就整个左瓷已经死了 咱们最后呢 趁他死 趁他病要他命 再给黑人尽住 你也看到呢 这个时候呢 左瓷已经不反抗了 因为已经就算了 这个时候的风树伤害就高了 好多人说 你这一本风树伤害这么高 为什么要跳 对吧 你不跳的一个所思 你两本风树 你试试看过这个男孩 绝对没有 OK 再选一个boss 虚楚 虚楚的话呢 风树对他的伤害并不高 但是呢 咱们把三下A 对地用完 这个呢 风树呢 也能打出一个不速的效果 哎 你看这吧 因为这个少量多次嘛 对不对 这个一次的数量 质量不多 咱们呢 就用数量弥补 然后呢 这个数量如果弥补不了的话呢 咱们用减轻弥补 你看到是吧 两本风树就把数据带走了 这就是减轻的魅力 OK 咱们这里呢 哎 说好的 两本怎么能第三本 不好意思 咱们就减好 建议从减 那么呢 把这个数据带走之后呢 咱们再看一个最后的这个操操 把这期的视频呢 也就结束了 这期视频呢 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主要呢 也是为了回味一下 当年咱们玩119无线 道具的一个乐趣 是吧 无线9 无线啥的都玩过啊 那么呢 玩一点七趴的对不对 无线射黄蜂的剑 然后呢 AP啊 这个AD专业AP是吧 这个法师荒松 咱也都给他玩一玩 之后呢 就结束了 最后这个操操呢 也不怎么怕这个风桌 我这里呢 就准备把他三追用完啊 结果呢 这个老操操不太给面子 之后 我一看正面也没道具了 那还得继续 给他打倒 我把三追用完 哥们儿啊 你给我打倒 来 你追我几下子 你让我起成快点 这小子有病 这小子绝对是有病 这里呢 给他放倒 三追用完 这样的话呢 曹操的起身就快了 那么OK 咱们继续害角 利用这个风桌 把这个呢 曹操也给他摔走 就OK了 就OK了 很清楚 这个风桌的曹操 一场还还不错 是吧 你能看到是吧 风桌呢 一下子 很可以了 这个很可以了 但是呢 这个曹操不老实 起身 他不能将前面几关 那么傻一只来打 不过不要紧 咱们这里呢 通过一种剪辑 哎 他怎么给水又加回去了 没事 小问题 再来一本 就把对曹操带走了 来看 最后一本 直接放下 还想扎水 哪有那几个 给我死 给我死 OK 犯罪就最后呢 曹操的一首空词 那咱们的这期呢 快乐的这个 三观战机115的一个复制 老黄宗啊 先用这个射箭 AD 再转这个风桌 AP 这样的一个视频呢 就给各位带到这了 是吧 这个童年的小快乐呢 还是能找出得到的 虽然说死了点命啊 不过啥 怎么听都不大 是不是 好吧 这样的话呢 伴随着最后的这期 这个精彩节奏画面呢 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又该告一段落了 是吧 如果呢 各位呢 也有这些什么 能回忆的啊 这些老的一些素材 想发给我的话呢 也可以加我的企鹅 是吧 3711 5923 有的时候的视频啊 未必是要打得多犀利 是吧 那么呢 伴随着节奏画面呢 如果各位喜欢我做的视频呢 就帮我点击关注吧 那么呢 我是本期的周证 咱们的同期节 不见我了 拜拜